剛才聽師徒牧師說 《青森的人物》必得見神 我有一點想分享 因為我經常有行山行驅 有一次我們整班電影師們和牧者 去了元朗上山 一個叫雞公嶺的山去行驅 我們上去的時候 那個環境是360度看完整個元朗 我們就敬拜敬拜敬拜 其實整個環境是天空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很多雲 但是是白雲來的 很密的白雲 然後當我們一路敬拜的時候 敬拜到某個時間 突然間 我第一個發現 剛好我看 因為那次其實我大敬拜也是 那次一看天的時候 突然間看到太陽出來了 雲突然沒有了 然後太陽出來了 那還要是怎樣呢 其實看到神很大的榮耀 其實這個東西 都一個很深刻的東西 為什麼神很大的榮耀呢 其實太陽呢 你看著太陽呢 它裡面好像一些 你想像一下波板塘 波板塘有很多個圈的 它一個金邊 就是太陽 然後波板塘一個圈是金邊的 是不停地轉 是轉了三十分鐘 我們一直在看著 那我以為全部人都看到 那時候是十一個人的 那我跟另一個Pastor 那我告訴Pastor 然後跟一兩個弟子 那我看到我感動到 我一看 我一直忍不住 我的眼淚不斷打橫流 就是看到神的榮耀很大 是你看到 轉得很厲害 一個個圈一個個圈 這樣轉的 電光火石 我形容是電光火石 接著呢 不單止看到太陽這樣 那太陽 你看到呢 它有一 有一 有一度黃色 好像highlight的光 黃色的highlight的光 在太陽裡滲下來 接著再在太陽的另一邊 就滲了一度紅色的光 但紅色光是短一點的 沒有黃色那麼長的 兩度光都維持 但是沒有那一轉維持那麼久 接著呢 慢慢看到呢 黃色光沒有了 但都維持了很長 差不多十分鐘 但是我們一直在敬拜 就是太興奮 那剛巧呢 那時候呢 其實平時我們會拍照的 那次呢 有個弟兄就說 不如拍影片吧 那我打算拍影片 可能會見到那個變化 很震撼 真的很震撼 我們直接大喊 就是 爭美神 很厲害的 是從來沒有人見過 就是沒有人見過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沒見過 行山行區那麼多錢都沒見過 那接著呢 我們知道元朗的核制是很厲害的 那可能神的榮耀很大 很少人想去山上去敬拜祈禱 那接著呢 那黃色光沒有了 那紅色光還在 那我想說什麼呢 那其實我和另一個弟兄是拍影片的 那但是事後呢 其實呢 我們replay那個影片呢 其實 我那個影片裡面呢 還後期是錄到仇敵的聲音 那但是 輾轉之間呢 其實事後是沒有了這段 不過anyway不要緊 我們有祈禱文神 如果你想 放出來 就用方法放出來 那是不行的 那但是呢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11個人 但是呢 事後呢 其實呢 牧者跟我說 原來呢 整隊人呢 是只有我們三個見到的 整個情境 我們三個見到 而錄影 那個弟兄的頂帶都錄到 其實是看不到的 其實是看不到的 是看不到的 是完全看不到的 就是看到我們在拍的那個天 和我們的大礙呼喊聲 是看不到那個變化的 但是呢 我說 即是牧者堂說 啊 只有我們三個見到 那牧者 他就說 其實就是神給我們三個看 那其實 我覺得是很多原因的 可能我們都是神 減選給我們看 那 還有 就是剛才牧師所說 清心 其實我覺得 就是 我也覺得 真的清心 是會經歷很多事情 真的會經歷很多事情 真的會經歷很多事情 我會不會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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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